第37届金像奖最sexy就是他!温币侠若隐若现超赖婉装让人喷鼻血。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除了众星云集,当然少不了星光大道变成众多女星的声战台,而首要担任颁奖嘉宾的温帝侠也胜装出席,只见他身穿一起身V粉色长裙,期间一副频频往下滑,胸前身勾若隐若现,让人看了直喷鼻血。 51岁温帝侠与九位公开两项的谭耀文一起走上红毯她身穿一起粉色长裙,贫口开身V狂入南北赶球,性感锁骨也清晰可见,期间她的礼服频频滑落,让她不得不一直在镜头前狂巧礼服,但看起来依旧非常有气质,尤其是全套服装都覆盖着薄纱, 连袖子也是衣粉色薄纱替戴,整个人散发优雅纤细,看起来就像个新娘一般,非常漂亮。 随后,温帝侠在红毯上被问及当颁奖嘉宾的感受时,她表示自己非常荣幸可以受邀参加这次的盛会,虽然自己没有新作品,但看到演艺圈后辈的成就,自己也非常开心。 事实上,温帝侠虽然已经嫁为人妻,大部分的时间都投放在家庭上,但她经常在微博分享赖照,即使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依旧拥有许多死忠粉丝,网络人气颇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